前身上海东亚是以七胜三平衣服战居绝对的优势 那么武汉卓尔队历史上唯一一次战胜上海上港 那不错 上海上港防定位球 在禁区内的布防和丁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武汉卓尔队获得了开场以来最好的得分机会 但关键是高文康 我们丁俊凌做出了极为精彩的扑球 这个球落点发的好 落点发的好 另外跟第一个任势情况一样 上港后退的人时间不一致 阿脑先跑回去了 其他人是憋到最后才往后退 为了让对方越位 结果阿脑这往回一跑 整个节奏和其他人不一样 就是造越位造反了 没憋住那口气 对 着急先跑了 差一点让张成林背对球门投球破门 脚球开起来 董学生向裁判示意顶在对方手上 结果主裁判没有做任何的判罚 其实阿脑托维奇自从去年7月份加盟到中超联赛 他在上港的进球效率还是蛮不错的 迄今为止21场中超联赛打进了15个进球 对 阿脑托维奇自加盟中超联赛以来 他的进球效率我们看这个投球顶的真是让守门员是完全鞭长莫急 但是从防守角度上来讲 刚刚武汉卓尔队进区中央的防守怎么会漏掉了最具威胁的阿脑托维奇 看一样的应该是那会儿在跟阿脑 但是他的点判断的靠前了 就会被后退当中扯出这个空隘来的阿脑托维奇 很轻松的拿到这个弱点 这是阿脑托维奇在今年中超联赛当中的第七个进球 目前在射手榜上的是仅次于打进8球的保利尼奥隆东巴坎布和约翰马里 合赛教练还真的是能沉得住气 还是这些人在打不着急 刘云啊明天啊包括这个谁 埃弗拉都还不上 又是阿斯卡携传 慕仪的机会 挑射 非常的轻巧 面对出击的门将 光头慕仪冷静的挑射破门 守秀极有进球 也是送给自己30岁生日的最好的礼物 而且之前我们还说了 中超联赛最近呢对寿星都特别友好 谁过生日呢谁都能进球 再来看一下 这个次进攻啊就是从慕仪这个点来发动 交到了 经过这个胡尔克交到奥斯卡脚下 然后奥斯卡 准确的一条携传 慕仪这一侧完全空了 面对出击的门将 我们看很冷静的挑射 整个武汉主尔的左腕边全空了 体能下降 而且丢了一个球之后呢 感觉瞬间上心理上打击比较大 所以左腕边 左腕边顶出去之后呢 都没往回跑 是那会儿从左边线那个位置 还在往回跑 慢慢又多跑 被目一 一个超车就过了 头球往中间摆路 好的 纳慕尔送一脚直船 看埃弗拉 摆脱 船进来 漂亮 那会儿调整之后 打一个进脚 我们看卓尔队颁回一分 一个节奏快 一个节奏看似慢 但是他处理得很好 快的是埃弗拉 用到底线的扣回来那一下 真的是快 一个人摆脱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进球 就是这两个外缘相互之间的 连续的配合 一下子摆脱两个 然后传到中间 这是那个慢的那一下 但是看着慢呢 但他节奏掌握特别好 停球 瞄着打 那感觉有人觉得 是不是直接射就好 但他没有 停一下 连接的特别快 最后这条射门呢 也是有一点的运气啊 应该是蹭到这个 上岗防水球员的脚后跟上 稍微有一点点变相 是 角度变得更彪 对 那会儿跟埃弗拉 是两个类型的球员 但这次这两个类型的球员 结合的一起特别完美 比赛正好来到全场 第80分钟 李正能的为了帮助自己起跳 争这个高度 所以呢 先是把右胳膊张开 直接压到对方肩膀上 这个胳膊肘呢 是砸到韩鲁飞的脸上 被黄牌警告 好的 投球一次 新上场的李卡多罗贝斯 过掉什么人 面对空门 角度太小了 结果往中间横传没传过去 要点球 要是这个球 又扶刚才这个球 脚球开了进区中央 没有形成威胁 最后是李卡多罗贝斯 一脚把球提出了界外 迎来了裁判的中场哨音 靠着国门严峻林 在最后时刻 神勇地发挥 上海上港队 颇有一些惊喜